国立清华大学于2007年率各大专院校之先,成立国际志工团队。 今年四个清华国际志工团队,约六七十人将分别前往肯亚、坦尚尼亚、马来西亚和贝里斯。 率先出发的坎尼亚团,原先是狮子山职工团,后来因伊波拉病毒肆虐,却也无法交习服务的热情,因而转往加纳,再度因为伊波拉病毒,最后落脚在坎尼亚。 服务内容包括三个面向,第一个是资讯教育,那我们会海运七十台电脑加上二十余台的笔电过去到当地,然后我们会到三所学校,就是帮忙建立电脑教室,文书处理课程,文化交流, 当地的坎尼亚的学生,就是介绍我们台湾的文化,社区营造,英文的简报,就是认识坎尼亚当地的文化。 在非洲生根九年的坦尚尼亚团,最初是以团员人力扛二十台电脑远渡重洋,今年以海运运送一百六十台电脑复飞。 那今天比较特别是我们会到当地和一所大学,叫Marian University合作,然后我们会在当地举办资讯营, 然后会和当地的大学生一起筹划规划,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他们自己当地人的力量, 资讯的知识给当地更多人,然后我们觉得这样是更有意义的事情。 前进马来西亚的志工团,在以马来人文化为主要视角的环境下, 协助当地华人认识自身文化,并计划拍摄五部纪录片。 在筹备前就透过十二次读书会,然后十次纪录片课程, 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的田野调查,和一些采访的培训,就训练我们自己。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生活在自己的环境当中,可是就会忘记, 其实自己是很有故事性的,像是藉由拍摄纪录片, 我们可以拍摄出一部,将他们的故事完整呈现出来。 清华国际志工前往中美洲贝里斯服务,也来到第六年了。 资讯教育之外,他们为当地中学生筹募奖学金。 在讲连金计划的过程中,我们就是, 因为当地的孩子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很想上学, 但是他们没有钱可以上学,所以我们就是建立一个讲连金计划, 我们希望说可以在三个阶段的审视的过程中, 然后把这个讲连金颁发给学生, 就是可以更实际的就是实质上去解决当地的学生, 因为家庭的经济因素不能升学的困境。 我是花年长大的小孩,所以其实我会感受到, 因为城乡炸具造成的一些教育资源的不平均。 大四这一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来这里做服务。 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自己小小的力量能为当地做一点小小的改变。 各种不同的面向去看一个国家, 那我觉得也是不同的增长自己的方式。 我们很幸福,那我也想要让他们感受到他们也是幸福的。 米书处采访报道。